除了近郊酒吧从6号开始必须停业 餐厅也必须实施社交安全距离的限制 还有其他的防御措施才能够营业 而新一波的这个防疫规范 至少将会维持15天左右 那么另外还要来看到的是 世卫组织也在5号的时候示警 说全球76亿的人口当中 可能已经有10%的人都遭到新冠肺炎感染 来听一下